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吴秀俊才的故事 这个故事啊 讲彩虹对吴帝的人才大加赞誉 用词非常之华丽 先跟标书卓子卓具解释原文 有人啊就是问秀才 这个秀才谁啊 不是现在说的秀才 而是指一个特定的人 这个人啊叫蔡虹 自书开是吴俊仁 就这个人在太康年中啊 以秀才就当时的秀才啊 认为他是特别出色的人才 被推举为官员 有人啊就问蔡虹 小蔡呀 你们吴俊的旧姓 就是这些啊 世家大族 哎 有哪一些突出人才呀 怎么样啊 大约 吴府军 圣王之老臣 明时之 俊义 就是吴展 吴府军啊 这个人啊 哎呀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 圣明的 帝王的 老臣持重的官员 是圣明时代的 俊义 就是才德出众之人 朱永常 礼物之 智德 清选之 高望 朱永常呢 礼物是 治理人民 就是治理啊 国家 是德行最高的人 清选之 高望 就是清贫 时间啊 优选出来的 德高望重之人 严重病 九高之名赫 空谷之白居 这个严重病呢 他呀 就是在 这个 申泽大坛之上啊 名叫的 仙赫 这是一个典故 是诗经里啊 有一首诗 叫 贺名于九高 声闻于天 九高啊 就是那种沼泽地 这个水坛 这个仙赫 在这一大片的 沼泽地里啊 高深宣教 申明远扬 空谷之白居 也是啊 诗经里的一首诗 叫 角角白居 再比空谷 就是呀 隐居在 空谷当中的 贤者 顾燕仙 八音之秦色 五色之龙章 顾燕仙 就是顾荣啊 顾老师啊 就是 八音当中的秦色 什么是八音呢 跑土阁 木石经 鱼丝竹 就是古代的 各种乐器 乐器当中的 最重要的乐器啊 就是琴和色 它就是啊 乐器当中的龙头 五色呢 五色是 红 黄 赤 白黑 就是统称啊 所有的颜色 颜色当中啊 龙张 就是龙吻 就是描龙吻的 这个颜色 是最厉害的颜色 张微博 碎寒之冒松 幽夜之异光 张微博呢 他简直是啊 哎呀 寒冷的冬夜啊 这儿迎风挺立的 郁郁葱葱的松树 幽夜之异光 就是黑暗当中 有一丝光亮 异光 就是逃逸出来的 一丝光明 陆世衡 世龙 鸿湖之 陪回 悬骨之 带锤 陆世衡和陆世龙啊 就是陆基陆云 梁兄弟 他们啊 就好像是 在天中 徘徊 飞翔的 鸿湖 大雁 这个陪回啊 就是同 徘徊的意思 悬骨之 带锤 就是一个大骨 悬在那儿 等待着 这个定音之人啊 上来 敲鼓 就重要呀 凡此诸君 我刚才说过的 这几个 高材大德 以红笔为储垒 以纸扎为良田 他们啊 虽然是读书人 但是他们好笔啊 用他们的笔 红笔就是大笔 做储垒 储垒啊 就是农具 像铲子呀 敲呀 这样的东西 以纸扎为良田 把这个纸张啊 作为田地 去耕耘 以玄墨为加塞 以义里为丰年 加塞呢 就是种地的意思 种地的时候 墨墨无语 埋头苦干 玄墨 就是不作声 埋头苦干的意思 以义里为丰年 他们种地 收获的是什么呢 收获的是义里 以谈论为樱花 以中树为珍宝 就是他们啊 谈论的时候 口吐莲花 语言精妙 为樱花 樱花呀 就是很漂亮的 这花朵 以中树为珍宝 他们视自己的德行啊 为 珍宝 读文章为锦绣 运五经为增伯 他们啊 写就锦绣文章 这个运就是储藏 积具的意思 他们搜集 我们学问的这些经典啊 作为增伯 就把这个经典啊 好好的梳理一番 整理一番 做谦虚为席见 张义让为席见啊 就是人自己做的这个席子 就是形容啊 每个人每天都要待着的地方 他们以什么 作为每天必须要遵守的事情呢 那就是谦虚 席目 就是像窗帘啊 门帘啊 这样的一个屏障 以什么作为屏障呢 以义礼和谦让 作为屏障 就张起了席目啊 就是要给别人看的 行仁义为事与 修道德为广宅 他们啊 在辛勤耕耘 修筑高楼大厦 修筑什么样的高楼大厦呢 是修筑啊 仁义道德的这种高楼大厦 就是建筑道德高地 哎呀 这个彩虹的这番评价 非常经典 如果说 对他们吴俊家乡的 这些贤才的这个夸耀的话 可以堪称为典范 如果我们要给别人拍马屁 去恭维别人的财行啊 我觉得啊 要好好地研读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啊 简直是 把所有华丽的词枣 全部对一在一起 然后跟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有人啊 就问吴俊的菜红 菜秀才 说呀 小菜呀 你们吴俊 过去的这些世家大族 有没有什么有才能的人啊 哎呀 那我们啊 多了去了 比如说 吴府军啊 这个吴长啊 可以作为 圣明帝王的 老臣持重的 梁府之臣 是 是清明时代的 才德出众之人 朱永长呢 治理国家 治理人民啊 可以堪称 德行最高 是清明时代 优选出来的 德高望重之人 严重病呢 他的才华 好比啊 在这个 一望无际的沼泽地这儿 隐抗高歌的 仙鹤 有如在空谷当中隐居的白居 顾戎顾炎仙呢 可以称得上是八音 就是各种乐器当中的最重要的乐器 琴色 是五色所有颜色当中的龙章 这个张微博呢 这个张微博呢 优如啊 在寒冷的冬夜 迎着寒风 茂盛生长的 静松 有如 漆黑的夜晚 一下子 照射出 一丝亮光 陆基 陆云 有如啊 在天空当中 徘徊 飞来飞去的 这个大雁 有如啊 悬在空中的 这个大鼓 等待着他们两兄弟过来捶他 来一股定音 我刚才啊 说到这些 无俊的人才啊 他们啊 就是用手中的大笔啊 作为耕地的农具 把纸张啊 作为良田 辛勤的耕耘 种地的时候呢 埋头苦干 漠不作声 最后 收获的是 义里 他们 谈土啊 非凡 出口成章 像漂亮的花朵一样 他们爱惜 自己的品德 以 中树之道 作为自己 最珍贵的宝贝 他们写就 锦绣文章 收藏几句 历代经典啊 使他们 更为出彩 他们对待 自己谦虚的美德呀 好比是 自己每天 都要坐着的 这个席垫子 他们把 伸张 一礼和 谦让的美德 好比是 每天 都要张开的帷幕 身体力行 一刻不放松 而且 他们把 构筑 仁义 道德的 这个思想高地 作为自己 必胜的事业 好比修筑 高炉 广煞一样 踏踏实实地 执行 最后 再跟标书完整地 朗诵一遍原文 有问秀才 吴 旧姓如何 答曰 吴福君 圣王之老臣 名识之 俊义 朱永长 礼物之 智德 清选之高望 严重碧 九高之 名鹤 空谷之白居 顾燕仙 八音之 琴色 五色之 龙张 张微薄 碎寒之 茂松 幽叶之 异光 陆世衡 失龙 鸿湖之 陪回 玄谷之 戴锤 凡死 朱君 以红笔为 楚磊 以纸扎为 良田 以玄墨为 佳瑟 以 义礼为 丰年 以谈论为 殷华 以 忠树为 珍宝 筑文章为 锦绣 运 五金为 珍博 坐 谦虚为 席剑 张 义让 为 帷目 行 仁义 为 事与 修 道德 为 广宅 谢谢 每天跟 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 翻译 读懂 天下之书 谢谢 вет 校团 是 委天下之乌 出费的 替 的 编 reform